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连称呼都得换个新名字 我想起来了 三皇的皇 五帝的帝加在一起就是皇帝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 所以也管自己叫始皇帝 皇帝就是从我这开始叫的 以后就叫二世皇帝 三世皇帝 一直按照数字3795式往下推 秦始皇想得多好 小Q 你如果统一了天下 你会做什么事 我会把各个国都派上一些官员和士兵 防止他们造反 有人建议实行分封制 封秦国自己的人为王 派往各地镇守 小Q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 周朝不就吃亏在这吗 后来诸侯国都不听话了 小Q 太聪明了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经验 当时秦始皇身边重要的人物 李斯就反对 不行 这种分封制度 肯定后续还会打仗 必须把权力握在皇帝手里 秦始皇一听 嗯 这就是我的想法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于是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 郡以下设县 这两个地方的官员 是由秦始皇亲自任命的 这个听起来不错 最起码不用担心 各地诸侯势力太大造反了 但马上新的问题出现了 秦始皇的命令下达到郡县 很多下面的官员竟然看不懂 为什么呀 难道不识字吗 官员识字啊 但他们只认识 自己国家原来的字 现在天下统一了 一看秦国的字 啊 不认识啊 那怎么办啊 让大家赶紧去学习各国的文字 也挺难的呀 当时各地送上来的报告 各种各样的字 秦始皇头都要炸了 很多我也看不懂啊 这已经影响到 我们整个国家命令的执行了 不利于各个地方的交流 李斯以秦国通用的大传为基础 吸取各地文字的优点 创造出一种新文字叫小传 作为官方规范文字 感觉整个国家慢慢的就融合在一起 小Q 接下来还有好多地方不一样的 你会继续把什么地方给统一起来 我会马上统一法律 毕竟用法家之国 法律是最重要的 总不能各个地区的法律标准不一样吧 小Q太聪明了 秦始皇非常重视统一法律 从秦始皇开始就规定了 皇帝的命令就相当于法律 皇帝负责制定法律 大臣负责执行 并且秦朝的法律特别详细 特别多 后人是这么说的 说秦法烦于秋茶 意思是秦朝法律 比秋天的植物茶草还要多 天啊 我以为当皇帝是多么美好的事 但是感觉怎么这么多事要做呀 还没结束呢 发现货币各地用的钱也不一样 不方便 你得统一吧 然后又发现 各地的马车大小也不一样 道路宽窄也不一样 你得统一吧 天啊 我头都要炸了 当皇帝太不容易了 现在全部略过 一切的一切都统一了 可以舒舒服服享受几天了吧 不好意思 你只是解决了内部统一的事 还有外部的事呢 哎呀 还能不能休息会儿了 当皇帝太累了 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 他就把统一的目光 放到了南边的百岳 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 六国都灭了 百岳应该很轻松吧 轻松 那是非常难打 南方天气炎热 秦国士兵不适应 生病的很多 再加上百岳军队在山地丛林中顽强抵抗 秦朝军队损失了大约三十万人 天啊 这么难打呀 那最后赢了呢 惨烈呀 秦始皇补充了士兵后 继续进攻 但百岳也没多少人了 都很惨 秦始皇最后打下了这片土地 让秦国的士兵就留在了当地 补充了人口 这下秦始皇能够安心地休息休息了 还有北方的匈奴呢 哎 战国时期和匈奴临近的燕赵秦三国 都受过匈奴的骚扰 为了保障安全 三个国家都在交界处修了又高又厚的长城 长城是这么来的呀 我以为是秦始皇才开始有的 秦始皇是把各国的长城给连起来 同时也派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 保证了北面的安全 我发现当皇帝真挺累的 太操心了 所以秦始皇能够把这一件件事情处理好 非常厉害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后人把这两件事并为一件事 都会说秦始皇不好 是什么事呢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什么事呢 我们下集完 就用这件事情的开飞 我们下集完 怎么样